现在我们看到的是蓝色方 WLXCCC跟红色方 玩蛇少年之间的一场对战 双方选择的阵容呢 比较常规也比较相似 也是有坦有DPS 有刺客再加上奶的这么一个形式 这个地图呢 在我看来比较难攻啊 因为它的入口比较多 所以说这个对于进攻方 它的这个火力会稍稍有点分散 所以说当这个蓝色方 是率先占领了先机 拿到了这个点的拥有权以后 红色方这边玩蛇少年啊 真的感觉自己在玩蛇 就是打得很胶着啊 因为他们至少要拿到 三个人以上的小团面 才有机会能够站到点里面 但这是非常难的 毕竟大家都是有操作的人 对吧 好这个镜头给到这个死神啊 死神是孤身一人 打到了敌人的身处 这个伤害是被对面的 这个星星的护盾挡掉了 但是他重新回来以后 没有护盾的星星 血量下降非常快 好这边扭头一看 是看到了一个 带着护盾的麦克雷 这枪法很准啊 是直接收掉了麦克雷 不过后面的敌人 实在是太多了 这边卢秀是拿到了 这边死神的一个人头 好没有死神以后 卢秀直接是滑到了这个点内 带着一个开着大的星星 看有没有机会 能够站到这个点 查理亚开了一个大招 但是顺势这边 蓝色方这个 塞亚塔这个大招 是直接抵消了这个伤害啊 一下这个查理亚大招 毫无卵用了 然后这边红色方 只有稍作修整 看看有没有另外的 什么机会 能够重新攻入到 这个点里面 好这边是采了个架子啊 好这边 麦克雷开了一个大招 是瞬间秒掉了 这边点内的四个人 并且凭借个人的操作 是拿到了这边 onfire的这个狂鼠的 一个人头 非常漂亮的一个大招 天时地利人和 是直接拿到了一个团面 并且红色方 这边是顺势 拿到了这个点的拥有权 好这边这个大招 开的是太漂亮了 好我们可以看到 这边红色方 这个进攻的星星 也换成了防守的 这个大锤啊 并且这个Zayata 在大锤后面 也是进行疯狂的输出 这边红色方 拿到了这个点以后 是打的是非常激进啊 这个个人操作 也是秀的对面满脸 然后这边是 一直是红色方在击杀 并且毫无畏惧 是直接这个Triser 是跳到了这个 Lusio的脸上 是也是拿到了 这个Lusio人头 这个人头妥妥的吧 对没错啊 这个这个这个人头 没有没的话说了 这个 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了 好这边两个Triser的 solo赛 看哪个Triser 好也是红色方的 这个Triser 更胜一筹 打得非常漂亮 这个是红色的 那边是红色的 谢谢大家